那接下来是不是22个线式 22个线式跟刚刚做法很类似 我们一样游标在这个地方 B2 然后List 我们固定要用的是不是这一个 可是它要贴几次 1 2 3 4 5 6 所以等于是说我有22个相同的内容 贴6次 那现在是不是另外一个创造资料的方法 所以我们来看怎么做开发人员 一样录制一个聚集 然后我们叫做什么 线式复制 好像2吧 刚好有做过线式复制 然后接下来呢 是不是直接选 从C C12选到C33 常用底下的复制 接下来呢 在这个地方 Total 直接做贴上 可不可以 end往下 再往下一格 然后直接再做贴上 知道我在讲什么吗 也可以啦 其实 这个方法我觉得会比较单纯 但是也可以 用一个复回圈来去写 写6次 就是 每跳22格贴上 每跳22格贴上 好了 节省时间我们就直接先这样做好了 再来贴上 贴上 贴上 104年了 贴上 这样就做完了 好 然后我们就开发人员停止录制 你去看一下 你去看一下 就是当我们今天去做那个 年 呃 限制复制2的时候啊 编辑 你去看一下哦 固定的 是不是只有做了这件事情 对不对 然后接下来呢 我们是不是贴到这张工作表的 就是重复再做这件事 到这张工作表之后 我们是不是去做贴上 然后移到最下面的下一格 然后贴上 移到下面 移到最下面的下一格 然后贴上 移到最下面的下一个 这边是不是重复做六次 那如果你要写 你要怎么写 这六次 例如说六次嘛 那如果你写那个 什么复回圈 那你要怎么写 所以我觉得比较简单的做法 干脆就是直接在这个地方 把这个程式码 直接做六次 这是限制复制 请你们先动手做 做到这个地方 然后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